我叫吴雪晨 今年57岁 是我们中国唯一的 鼠秀大师技能工作室 很多人大 我妈妈是很多人 我们的鼠秀厂工作 所以我到了后面 那我就给了我妈妈的这个事 做这个失职一辈子 最后一年 我是1979年正习工作 刚才16岁 有些时候母亲要拿一个 就是失职 家庭的自己做 做一个工作 也不加用 她每天晚上就下班以后做 做到大概11点 从那个时候就直到水秀 就开始念了某一个水秀 因为我喜欢嘛 就她做的时候我要去看 然后她不做的时候 我请她不注意 所以我带着她的心中 是秀点个什么的 她我们的属性 她就是讲究的就是 蒸发原理 身脚整齐 色彩优雅 皮皮光亮 属性的蒸发都 一百三十多种 一百三十多种吧 十来种 基本蒸发 就属于这十来种蒸发 都 给我们学习 很强的时间 她开始 比较难 但是在自己家里面做一些 小的这些 这些次数的这些作品 然后就行吧 从06年开始收图 到现在 差不多又一百做了把 史诗的历史有两千多年 过去的品秀 她基本上都是 就是这种有全民家 还有工厅里的 一些潮河 龙袍 就是 改成以后我们这一代 差不多都到年间了 就开始自己干 过去她都是那种 挂在墙上的 或者就是摆在那个桌子上 那些摆件 现在的年纪人 她需要什么 靠近人 她很难得 把数据运营在 我们 更多的领域去 亦是传承我们的数据 又发扬了她 才能做一样实验 在这种方法里的 是传承我们的 人们的 是传承我们的